欢迎回来 2019年被定为零废气年 政府将推出新环保运动和相关的津贴 动员全体国人以正确方式进行再循环 朝零废气的循环经济迈进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山高也说 要达到这个目标 国人就需要改变思维方式 尽量采纳资源再使用和再循环的模式 在淡宾尼天地的迈向零废气年推荐仪式上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山高说 政府将2019年定为零废气年 是为了向国人灌输 需要珍惜宝贵资源 以及尽一分力保护地球的意识 循环经济概念的一大重点 就是通过重新使用和环保 将废气物转换成宝藏 无穷无尽地为资源进行再循环 他说政府将同相关伙伴接洽 以协助教育国人如何正确使用蓝色环保箱 当局也会设立迈向零废气津贴 资助由夏而上所倡导的减少废气物项目 同时环境级水源部也将在今年较迟时候 公布首个零废气总栏图的公共咨询详情